爱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 也是季节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 爱的选择 我是孙霞 接下来掌声 欢迎我们的情感导师 日来 嗨 大家好 爱不再招募 用心使得 爱的选择 选择爱 我是你的品牌对人 掌声欢迎小姑娘们们 大家好 最长久的情是 平淡中的不离不弃 最贴心的暖 凡是风雨中的相依相伴 我依然是绞尽脑汁 为您促成美好音 感到小姑娘们们 我要欢迎律师里的 四位女嘉宾 嗨 大家好 你好 女嘉宾你好 快乐 脚步 永不平均 我来自沈阳 我叫刘凤琪 欢迎二号 女嘉宾 我想找到那个她 一起慢慢变老 大家好 我是刘嘉宾 三号 女嘉宾你好 幸福的生活 等你和我一起享受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 我叫孙孟贤 欢迎四号 欢迎四号 大家好 我是男嘉宾 赵慧琳 今天来到我们 今天当中的这位男嘉宾 可以说是非常会享受生活的 他首先喜欢美食 又喜欢美景 而他身边就缺少一个美人 接下来我们先看看他的照片 真的太时尚了 男嘉宾 下边挺帅 发现这一定是一个特别有分美的 那么一个场所 造就了这么一副品质的感觉 对啊 我感觉你看他穿着小马甲 然后呢 战那个姿势特别的带派 那边挺帅 下边挺帅 我觉得有点像花心的感觉 有点花心 对啊 那到底是深情还是花心 接下来掌声去呢 一定水煮肉片 你想吃啥我都给你做 我是来自沙阳的马明月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但是这个男嘉宾 似乎是不太老啊 挺年轻的 年轻 男嘉宾一上来就报了一顿菜名啊 会做饭啊 我的天 真是很难呢 这几样菜做的都行吗 都可以 水煮肉片 那好像是挺特的一个菜呢 对啊 也会做 也会 不是为了简单的押韵才说的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有手艺 是吧 刚才看您照片了 您照片上照的 我们姑娘给您个定位 说点花心 不花心 那个时候是什么个氛围 照那个照片呢 是艺术照 有人要拿你的照片 去跟你相亲呢 不是 当时在那个 很多照片在 就拿你当模特了 对 当时是摆在树窗里 哎呦 哎呦 我还很高兴 你一般哪里哪有照的照片 照片 对啊 就觉得朋友嘛 万一挺好 咱不会丑啊 反正最起码的自带光环的 摄像师能看上的 那是啥模特啊 那必须得能体现出 他手艺的模特 对不对 你就啥姿势都摆不出 一帅哥的造型的话 他也不能用你 对不对 来了 接下来通话短片 先了解一下男嘉宾 2003号 马明月 瀕阳人 62岁 社保退休 离异 子女已独立 都说要留住男人的心 就要留住男人的胃 我想这句话 放到女人身上 也是一样的 而我就有这种细心 我以前干过厨师 煎草烹打 什么样样都行 一般的菜都会做 所以以后你跟我在一块 做饭的事情就交给我了 这点你放心 我不光干过厨师 之前还在彩电塔附近开过饭店 干过烧口 后来城市整改 门市也没有了 所以就去了其他饭店工作了 我还在工业蜡蜡馆卖过服装 自己去上海批发 然后回来卖 之后还开过彩票站 现在的我已经退休了 所以我有时间 有耐心 有细心 去关心你 去体贴 你去爱护你 这样的我你喜欢吗 爱的选择我来了 接下来咱们联系密室 看看密室女嘉宾 替您第一印象一首好吗 来 一号女嘉宾你好 男嘉宾 我也喜欢旅游 你去过哪儿了 报完菜名报地名来 一般都不过去 西藏没去 西藏 十个去是最好的 我也爱旅游 您最远去过哪儿 我最远的 最远去过越南 但是我们前去一点 女嘉宾也非常喜欢旅游是吧 但是旅游好像挺耗费资金的 对 你们俩人在一块旅游费用该怎么处理吗 那俩人去 他又俩人一顿付了钱呗 AA制 嗯 我来承担 您来承担 男嘉宾说不用你 那我先谢谢男嘉宾 好 不是阿姨你客气啥 前提你得是人家媳妇 你不是人家媳妇人的负担吗 是啊 那不去花手里高兴啊 是不是啊 那贾担我已经是你媳妇人了 对 你看有这老公 就一号 是 好的谢谢一号女嘉宾 二号女嘉宾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你好男嘉宾 你好 请问那个男嘉宾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是吧 六肚 您最爱吃的菜是啥呀 我最爱吃白菜豆腐 但是我跟你讲哈 就因为白菜豆腐这食材实在太简单了 所以如果这样简单的食材能够做出可口的饭菜 那才就厉害呢 对不对 对 白菜豆腐你一般炖的好吃吗 嗯 差 差 太好吃了 白菜炖豆腐是咱们东北特别著名的一道菜了 对啊 特别就有乡土气息呀 我也不怎么爱吃白菜 我爱吃 我爱吃 李嘉宾这单纯是为了减肥吗 是的 就所以说他能做的那什么溜溜段煮肉片 这些过友的你都不爱吃 也吃两口三口的 你看人喜欢吃素 你喜欢吃肉 我喜欢吃肉 那以后怎么调整这个餐桌呢 肉里放点菜 肉 那底是菜里放点肉 你看煮次分不清 你放反了 可以啊 荤素搭配嘛 营养均衡 就让他把肉挑出去剩你吃可以是吧 好 是的 别觉得咱们问的好像是闲话 两口只能吃一块去也很重要 对对对 对吧 你做餐桌上做的少 爱不爱吃 我确实 立刻呀 你的食欲就被降低了 心情立刻不好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两口在一块 很长时间是一天三年半都在一块 所以是这咱们得问问 能讲究 能讲究 可以 好来 三号的嘉宾你好 我问一下他这个 除了这个旅游还有什么爱好 爱旅游爱美食爱生活 运动呢 运动方面 运动也是 旅游不就是运动嘛 爬山 那也不能总在家 总去爬山去 总去旅游去 哦 总去旅游 不是 你要不旅游在家的时候就不动回了 动的 在哪家 公园 中山公园 上公园去溜弯 也就是走一走 走一走 走一走 跳舞 现在正在学 学那种藏舞 藏舞 藏主舞 不好意思 哎呀 高级啊 很难有男士说学藏舞 那个郭庄那个 现在都在学那个 一个人跳的 集体 就撞个圈 往哪儿那是摆臂大动作 女的小动作 女的小腿小动作 往摆臂这个 这个舞不错 就像过去那个 雅拉素那种 对 好看好看 三郎嘉宾你会唱歌不 会 你给我唱一首藏族的歌曲 青山高原 还有喜艺歌 这些都是藏族的 是谁带来 远古的虎花 是谁 跳不了这个 挺好的 挺好的 可以 非常好 行 谢谢啊 挺好 挺好 我们没看过 你跳的挺好 真的 节奏跟你不错 刚实 刚实 三郎嘉宾唱的咋样 唱的好 男嘉宾 你好 你知道我为啥唱的这么慢吗 为啥 因为我是练太极的 那你在家刷锅洗碗都慢呢 为啥我练太极 就练太极这个慢 唱歌慢 太极我就会三步 你还会太极呢 抓牌看牌嘛 吃后糊了 所以女嘉宾你咱问男嘉宾 有抑郁暗号的时候 以至于问到运动暗号的时候 你是希望他能够跟你一样 有一个 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 一起去运动就多好啊 可以 我也想学带一个 好嘞 你这朋友找一个 陪你天天练舞的啊 好 谢谢 三号你嘉宾 四号你嘉宾 你好 你搓烟喝酒吗 搓烟 酒一般情况下 风天过节 喝点啤酒 平常不喝 您是坚决不允许男士抽烟喝酒吗 我不介意 我帮别的女嘉宾问问 你不介意 是不是 是 你就是帮别人忙来了 那你有啥问题想问人家呀 你别老帮别人打听啊 我没有 没有啊 好嘞 谢谢四号女嘉宾 好了 非常感谢密室里边的 四位女嘉宾的连线 男嘉宾 连线过后 可能您对面的刺猥 虽然是没有看到样貌 但是基本上性格上有所了解 生活习惯上 您要从四位当中选择出一位 先上台了 分较这篇 这样我们二位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好不好 刚才三号姐姐和你沟通交流的特别棒 人一唱你就跳得那么好 对吧 另外一个呢 你们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多能够玩到一起的东西 我觉得在中老年人这个阶段 能够在这方面搭到一起特别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二号姐姐呢 刚才说的吃的这一方面也不错 你看她的白菜炖豆腐 虽然你可能是觉得白菜炖豆腐 需要厨艺再进一步提升一下 但是两个人有可闹的有可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首先三号姐姐可能和你搭的地方更多 二号姐姐也紧随其后 三号和二号对你应该特别感兴趣 三号不用说了吧 三号必须跟您合适啊 那兴趣爱好 刚才你俩的互动 我都觉得你俩就像似曾相识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俩应该是挺有缘分的 我推荐三号 刚才二号阿姨 她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老少女 这是她对她自己的评价 所以我觉得你跟她在一起应该是生活挺多姿多彩的吧 所以叔叔你就合计合计 想选一个就是说像刚才那样跟你兴趣爱好相投的呢 还是说性格上非常可爱的一个女士呢 来吧 那么最终男嘉宾会选择谁呢 广告过后就再继续爱的选择我在这里找你 女嘉宾照片演出怀旧话题 现场猜测众说纷纭 我去你选择就有这样 爱帽子的一定是 一定是你在一个女士修车的 好 这说法啊 女士修车的就更少了吧 在什么呀 在什么呀 来吧 老老的有这么好看吗 你全更好看了 爱的选择 精彩稍后继续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给您送到家 这么昂贵的雕容大衣都敢免费送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啊 也是跟着张厂长 从质疑车间一路参观到 这个两万多平米的成品仓库 这里有十三万件 等待冬季上市的新款雕容大衣 都挂在这里了 那今天张厂长呢 也是拿出了五百多件 我们生产线上的断马尾货 免费送给大家 是的 观众朋友 张厂长呢 生产了十三万件雕容大衣 才接散了五百多件的断马的尾货 所以啊 大家千万不要客气了 马上打进电话 赶快免费领走 这些雕容大衣啊 都是每批订单多余出来的毛粮 做成的超额尾货 尺码不是太全 断马了 二来现在是雕容的反击 摆出去也没人买 所以干脆免费送给大家 你要是愿意给 看在咱们老师傅这么辛苦的份上 你给个百八十块钱也行 大家听清楚了吗 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来 报自己的身高体重 只要我们现场有你的尺码 就免费送给你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那身高一米八三 其中一百九十件 那这身体还用得这么大的尺码没有 哎呦 真的是不好意思 您得穿五XL的 但是这个尺码啊 都被领光了 哎呀 那可咋办啊 那整整四线要一件你 太喜欢你们的衣服了 五XL的是真的没有了 您要是不嫌弃 我给您安排一件六XL的 尺码稍微大一点 您看行吗 也行也行 大一半也能够 好嘞 免费送给您一件六XL 马上给您安排发货啊 这是2022年的新版 新料 新款式 刚下产线的订单尾货 因为断码无法销售 只要打进电话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浓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斤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何谈喘 浓坛酒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她的选择等你来选择 男嘉宾您最终的选择是 三号 三号女嘉宾 接下来咱先看看 三号女嘉宾的照片 应该是 我怎么感觉和 公交司机 对 和公交车有这么密切的关系 没票的 他如果不是公交司机的话 也是公交当时的那个售票员 那个不是套袖吗 两边 所以那是工作上的套袖 对以前的 好年代都是这样的 是啊 所以说那个时候 一个女公交司机是挺抢手的 那当然了 少的是不是啊 那当然了 所以他会才留下这样一个 珍贵的照片 作为相亲的照片 那过去人就得这样 对 就是那样打扮 咱的事都做得这样 都是工夫服务 做得很普通的一个工人 嗯 卖票的应该戴帽子 收费 应该是 戴帽子的一定是 一个是司机 一个是修车的 好 这说法啊 女修车的就更少了吧 太神秘了 太神秘了 来吧 别猜了啊 赶紧上台 有请女嘉宾 我的生活将因为你而不同 我是来自沈阳的孙凤霞 来 男嘉宾认识一下 对 好 请二位来 让我顺便来 女嘉宾刚刚看你照片了 我们猜了好几遍 说当时你为什么 站在这个车后边 还穿着一身工作服 照的照片 因为我家这个楼下吧 就是公交车 我正好那天我哥 拿个相机 买个新相机 要给我们照相 我就上那个公交车那照去 那你这身衣服呢 那是这上面穿的 所以你蒙骗了我们所有人的眼睛 我们都说 一定是个女公交车司机 哇 好厉害呀 那个时候女士会开公交车 那帽子是哪个事呢 全工作服务 全工作服务 干啥工作的当时 以前是梦台厂的 在公交车旁边倒个线 然后就这样 陈采宾给你赋予了更厉害的神 他说你是修车的 要不然站公交车旁边干啥 阿姨修舍不行 但估计修理你肯定行 对 年轻的时候谁不好看 对 老老的有这么好看 年轻更好看 接下来从短片了解一下 你的爱好就是你的方向 你的兴趣就是你的资本 个人有个人的理想的乐源 大家好 我是孙凤霞 我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 我喜欢唱歌 唱歌能让人心情愉悦 心情不好时 听一些欢快的歌曲 跟着唱几句 不知不觉中 你的心情也就好了起来 同时我还喜欢打太极 打羽毛球 跳广场舞 玩累了就跟朋友一起 做做礼聊 聊一聊天 每天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 虽然我的爱好不少 但是总觉得身边 好像缺了一个人 你会是那个人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老老 刚才也看到了 你家宾的短片跟说了 您的业余爱好非常的多 啥好 你也多才多艺呢 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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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才女嘉宾说的那些业余爱好 你觉得哪一项能参与进去 唱歌 唱歌能参与 打太极 你挑一首呗 看着男嘉宾能不能跟上的 两人一起唱一首 适合打太极的 你俩边唱边打 别动 打太极的时候不唱歌 就是因为一打 我从来不打太极唱歌 你觉得那样影响自己的 对啊 初饭唱歌 对啊 初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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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初饭唱歌 初饭唱歌 对啊 初饭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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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唱这个呀 大哥呀 你俩唱那个《敖包相会》吧 敖包相会吧 怎么唱的呢 《敖包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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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敖包相会》 对对 《敖包相会》 行吗 行 行天亮 升上了天空游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 好 谢谢 这俩也太不大了 这歌啊 这个 男嘉宾摸着啥了 是不是像花痕一样 像前面没有路的 花痕没走 太像在那摸鱼了 所以女嘉宾啊 你觉得就是这种肢体协调性呢 跟你打太极 影不影响你的名声 压力 哎呀 摸鱼 摸地雷了 一开始它不会 那都是这样的嘛 能带手是不是 对啊 反正这个太极也都是慢的 就动作慢点就行 越慢越好 她的速度刚才是合滚的 但是姿势不太合滚的 对 哇 有希望的 有希望的 好 见面了 彼此打个分数吧 首先男嘉宾给女嘉宾打个分数 99 女嘉宾给男嘉宾打个分数 100分 你一百就一百分 一百分 哎呀 真好 来吧 接着下位这边慢慢聊就行 你嘉宾看好了 好 哎呀 就像我一样 你做饭挺好的 好 以前开过饭店 我也当过厨主 给你点赞啊 好 你这么辛苦 凭着啥呀 挺能干的 我比较能干 一般都是我做 我爱做饭 我爱做吃的 爱美食 那挺好的 一般自己 一般各家的得做两个菜 我们想吃不会做呀 我给你做小鸟 谢谢你啊 男嘉宾你自己在家都做俩菜 一般都是俩菜 都炒菜呀 一般一个幼菜 我们再炒一个芹菜 能吃了吗 小鸟 一般都吃两顿 吃 就吃两顿 都吃两顿 真是很讲究 因为晚上吃完了 第二天早上就不用做了 热一热就行了 李嘉宾一顿得几道菜 我也是最少得两样 因为我吃跟他吃的不一样 我一般早上我都整 你像胡茄子土豆 蒸辣椒焖子 是不是 蒸点苦瓜 蒸胡萝卑 往上蒸一个馒头 蒸一碗饭 你全整的 没有油 底下两顿薄米 然后呢油也有 就这个菜籽油 拌的时候往里一倒 咱们必须一袋你买两袋起的 亚麻籽油嘛 那个就省着吃好 所以说我就往菜里一倒 我就这么吃 亚麻籽油应该晚上喝一次就是 是吗 我也不喝 他们说喝好 那干喝油能行吗 干喝 干喝 我就天天喝 要不这么年轻 这算是找到共同话题了是不是 对啊 所以烙起来非常的顺畅 就感觉不用我们在中间再撮合的意思 吃对咱先烙到这儿是不是 接下来跟我走开了解一下 所有男人都是从一个自私的男孩慢慢学习 怎样成为一个好丈夫 可我学习的比较慢 我的第一个妻子并没有选择等我 她与我分手 她委婉大方的把孩子和家都照顾得很好 可我当时只是一心想赚钱 成天上海沈上两头跑 就这样疏忽了她们 她应该比较恨我吧 连孩子都没给我留下 后来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湖北女人 她比我小九岁 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通过网络视频了解 我俩聊得不错 我就去了湖北 就这样我俩网练奔线了 我俩在湖北买了房子结了婚 幸福的日子也没有长久 有一次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 说要带她投资赚钱 刚开始给她点回报 让她尝到了甜头 固执着她不听我的劝说 越陷越深 我憋着满肚子的气 和她离了婚 回到了沈阳 经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一个 顾家的好男人 这样的婚姻你喜欢吗 男嘉宾 你因为第二段婚 付出非常多 对 甚至是抛件了沈阳 所有的一切就奔向湖北了 对对对 心里挺卡 挺丰富的 叔叔湖北这段感情是网恋 而且两个人谈恋爱的方式 是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之下 就通过视频 通过网络 然后叔叔感觉很好 就奔赴湖北 跟人家结婚了 您当时大长这么大呢 当时也是自己 也挺迷茫的 合计 她是大学毕业生 她在医院工作 就这么的 她是一个挺浪漫的人 她首先 她让你比较满意的是她的工作 工作 她的学历 她能聊到一块去 她比较有知识 比较懂得 知识渊博 对对对 男的经历挺的啥 挺的哥呀 男的老人好 长得咋样 长得一般个儿啊 我们聊了然后一个多月 在网上每天就是在那里 聊啥呀 聊这些她的情感经历 和我的情感经历 我再聊一聊以后了 在一块怎么办怎么办 那从两个人只是视频上 从网络上相识 最后两个人 真人对真人了 在一块生活 开始的时候 你觉得不适应吗 还行 可以 挺好 跟你想象中的一样 差不太多 好奇可能是 她那同志劝她 就是也是别人劝她 这个网上不一定是这个人嘛 买那个那叫什么赌博那个东西 我也不太懂 后来我就觉得这钱不对 后来我就问她 她也说实话了 投入了不少钱 都回不来了 你的 她媳妇赌博 我们俩共同挣钱 共同财产 她用的时候没有通知你 买了房子 对 她没有 她先给我个惊喜呗 她已经赚到钱了 结果没赚到钱 所以 钱都被骗走了 她是出于好意 那为什么离了 后来 我一看这样的话 我也挺生气啊 必定不是小数目 就这么的 我一期之下我就说 算了 离了吧 方便说 大概多少钱赔进去了 不到五十万 五十万 这么多钱 五十万 然后她 其实本意是不想跟你离的是吗 她也不想跟我离 她都觉得我仍然还行 回家一般都是我做饭 她不做饭 全是我做饭 我做饭 我媳妇 这男的挺有担当的 挺慢的 挺有男人气质的 我就特别好奇 本来叔叔这段感情 他特别别屈 然后离婚的时候 还啥也没要 你还买房子 还把房子留给人家 你咋那么大方呢 因为当时我一说离开她 她挺激动哭了 感情上也挺舍不得我的 后来我一合计算了 一个女人 尤其一个女人 本来就是个弱势群体 我在给人要钱要房子 还说不过去了 所以我就 我想问一下 因为在这场婚姻当中 没有感情上出问题 是她上当受骗了 那你为什么不心疼她一下 你说她也是好心 她也不是不爱我 只不过这件事 都处理得不大 就用这事她俩还记过起来了 记过起来了 前进半年吧 她俩就是用这点事 她也老过不去这个坎儿 这个男的也挺憋屈的 肯定是 让您生气的是她赔了50万 还是说她拿这50万 没有通知你 也是没有通知我 没有通知我 没告诉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赔了完了 她还全是理由 就这么的 那你有没有跟她之后 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经常拿这50万刺激她 你跟我说啥呀 你都赔50万了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 我不会那样的 那叔叔和那个第二任妻子 算赌气离婚吗 我已经算赌气了 后来我和她算了 我的既然你什么都能自作主张 那你就自己过了 你说这婚离的 如果你账目都原谅你了 那你就加倍得对她好呗 是不 我犯错了 是不是 是啊 毕竟你说这么大数目 你说你都给整没了 如果通知她 她这个男人 她就会有一个想法了 可能就骗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今后会 跟丈夫相处的过程当中 会做些哪些事情 去弥补你这错误呢 就天天关心她呗 行了 钱你管 我也不管了 我也整不好这碗 是吧 啥都你说就算了 和这个家 我就这样是 男嘉宾如果女士这么处理的话 你还至于离婚吗 你觉得 这就不能离婚 这么处理就不能离婚 当时她不是这么处理的 她觉得她有知识 有文凭 而且她还比我 那时候我没有工作 我也没退休 没有工作在那 我虽然自己做点买卖 但是没有她正的多 她正的多一点 主持人好 您是几号的嘉宾 或是二号 二号你才明白 你觉得 就有一天你做错事了 不是原则性的事 反正 但是错误挺大 那你之后是 会怎么去对待另一半 迷途之返 改邪归正 亡羊补牢 重新做人了 对呀 常语用了 重新上岸 你会在就是 生活当中会说吗 老公你看那事我做错了 你会跟她去示弱吗 我其实还 在生活中真不是 怎么会示弱的人 因为我也没有犯过 那么大的错误 但是既然已经犯了 那就要以一个真诚的姿态 重新呢 改过嘛 这个也要看 两个人的感情基础 如果感情基础 比较深的话 过程可能要快一点 如果感情基础 不是很深的话 她这个过程就要漫长一些 或者说维系这段感情的这个基础吧 所以说你不是那种人 就是 哎呦求你了 原谅我我错了 第二天老公你说还生气呢 那事我办错了 过两天 咋子那事错了 背醉的钱 你不会是这样 没有过耶 没有过经历 小错不断 大错没办 但是你会是那种吗 咱们先不管大错小错 比如说你犯错了 你嘴还很硬 嘴呀嘴 这个时候不要再硬了 这些后果很严重啊 说一句俗话 那怎么也得夹着尾巴做人吧 不能再猖狂了 对 跪着 得度过这段时间是吧 对呀 大家心里都挺难受的 这段时间 那男嘉宾心情平复之后 再犯错 恢复正常关系是吧 对呀 好 男嘉宾觉得女嘉宾 这种处理方式行不行 可以 也是可以的是吧 我的老公曾经犯过很大的一个错误 也是在钱上 然后他也是赔了一大笔钱 然后呢 他就每天就当了个脑袋 然后就觉得 你看我这犯着错误哈 心情是平复不过去 后来有一天他终于抬头 抬起了他的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也赔了那么多钱 你俩在干什么 好了 你比我的还多 他就我能够感觉到他那种 昂扬 昂扬的斗志又起来了 大家都想听是 姐夫刚犯错误的时候 你是啥态度对人家 是天天数落人家 还是干嘛 数落一段 真的 你从哪脑袋 你咋心思的你呀 拉倒吧 而且大吵一下 但是 一段时间之后 这事就过去了 真的就过去了 因为钱财毕竟是身外职务 但是他有压力 你懂吗 对 每当他再想投资 再想做什么事的时候 他就畏手畏脚 而且他不敢告诉我 他因为觉得 自己投资的目光不行 所以说影响到他 下一步往下走了 我想问一下 你俩相互之间 往外投资的时候 对方知不知道当时 他投的时候我不知道 但我投的时候他知道 他知道 对 所以你做的对 你知道吗 因为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 刚才男嘉宾说的 对方是一个大学生 他认为他可以 对家里面的财权的掌控 他自己有一定自主权 因为他有知识有文化 那么在他的内心当中 其实大哥你不要不高兴 在他的内心当中 不是说轻视你的地位 而是他觉得 他可以掌控这个钱财 而且能够掌控的非常好 他有这个自信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们俩是不平等的 因为他在内心当中 把你的地位看低了 我觉得 他俩的学历 一定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他总是高高在上 你看他是大学生 你指定不是大学生吧 所以说他就 我初中是 你看看 他指定在心里边 就总是高高在上 所以这里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因为他内心的 这样的一种不平等 所以他不能容忍自己 对 这样一个过错 那么首先 就应该知道一点 不管是什么样的途径 相互认识结婚 这种相互的尊重与平等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感情的一个基石所在 所以说 在他的心目当中 总觉得 哎呀 我是犯错误了 我也不至于让你瞧不起我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对 你像他这么崇拜他 就是大学生 有文化有知识 是不是 你指定要这个 就像帝人一等的 就跟人在一起生活 说话有时候 不一定能好沟通 人家总是高高在上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 这个明智一点 找一个这个差不多少的 文化差不多少的 叔叔要一起去一点 我想替叔叔说两句 叔叔有一些地方 他没说出来 其实叔叔当年也是赚过钱 而且跟这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最开始是叔叔养了这个家 慢慢那个女人 因为职位 因为她的工作 她可能是在晋升 我觉得女人 你既然做出选择了 就算学历有差异的话 你也不应该是高高在上 那么瞧不起人家 毕竟这男人对你付出了 放凭你自己的心态 还得是说做好妻子 做好一个母亲 我觉得才是婚姻当中最关键的 对不叔叔 文文挺你 来吧 现在咱也从短片了解下 女嘉宾的感情中 女嘉宾经厉坎坷 惹人叹息 男嘉宾表情冷漠 令人质疑 现在 网练到底可不可取 现场讨论众说纷纭 邻居给介绍那个 和在网上认识 其实都一样的道理 孤独的时候当然想找的 按着选择 金采稍后继续 免费送 免费送 雕容大衣寂末清仓 免费赠送 我们是源头工厂 四五千的正品雕容大衣 断马清仓 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错过这次机会 我都替您可惜 我抢到了 就打一个电话 一分钱没有花 这么好的雕容大衣免费送 这场价真想吸 真的是免费送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四五千块钱的正品雕容大衣 就真的送来了 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 质感这么好 这么柔软滑溜 在商场少说一个五六千 闯家真的是免费送 我们抢了两件 一个电话的事 一毛钱都没有花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我们是雕容大衣 源头工厂 这是2022年的新版 新料 新款式 刚下产线的订单尾货 因为断马无法销售 今天不计成本 不要利润 男款女款 正挺雕容大衣 免费送给您了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 给您送到家 这么昂贵的雕容大衣 都敢免费送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啊 也是跟着张厂长 从制衣车间 一路参观到这个 2万多平米的成品仓库 这里有13万件 等待冬季上市的 新款雕容大衣 都挂在这里了 那今天张厂长呢 也是拿出了500多件 我们生产线上的断马尾货 免费送给大家 是的观众朋友 张厂长呢 生产了13万件雕容大衣 才接散了500多件的 断马的尾货 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客气了 马上打进电话 赶快免费领走 这些雕容大衣啊 都是每批订单多余出来的毛量 做成的超额尾货 尺码不是太全 断马了 二来现在是雕容的反计 摆出去也没人买 所以干脆免费送给大家 你要是愿意给 看在咱们老师傅 这么辛苦的份上 你给个百八十块钱也行 大家听清楚了吗 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来 报自己的身高体重 只要我们现场有你的尺码 就免费送给你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那身高一密拔散 其中啊一百九十件 那这神器 还用到这么大的尺码没有 哎哟 真的是不好意思 您得穿五XL的 但是这个尺码都被领光了 哎呀 那可咋办啊 我整只想要一件 太喜欢你们的衣服了 五XL的是真的没有了 您要是不嫌弃 我给您安排一件六XL的 尺码稍微大一点 您看行吗 好 也行也行 咋一半也能垮 好嘞 免费送给您一件六XL 马上给您安排发货啊 这是2022年的新版新料新款式 刚下产线的订单尾货 因为断码无法销售 只要打进电话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来吧 接下来再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验 我们的感情非常好 她非常宠我 我喜欢的东西她都不舍得吃 送到我嘴边 有时还会帮我做饭 而我也非常心疼她 我们俩都是抢着干活 可是在我怀孕的时候 她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后边她活也不干了 对我越来越不关心了 慢慢的她隔三叉五就不回家了 我当时也跟她沟通过 她就拿工作忙来躺设 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后来她就更变本加厉了 在外面住得多回家住得少 最后竟然长年不回家了 有一次我带孩子出去碰到她 她竟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跟我说是同事关系 我让她回家她也不回 我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跟她离婚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朋友们的劝说 我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所以我来到爱的选择 寻找我的幸福 外边的又过太大了呗 那还用说吗 这女的挺刚强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这种情况 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只要你不承认 你就是该回家 该回家就 不回家 那不回家就好了 那不回家就不行了 我想问一下 刚才我们在听男嘉宾聊天的时候 他聊到了网链 因为现在我知道 你也是单身很长时间了 是吧 是 20年了 这男的抱个膀 啥意思呢 他抱着那个膀 可以他毛病呗 这个吧 我说他现在 他抱个膀是啥意思 他坐着下来 他就坐得吃的劲呗 不是 这是一种 一种肢体语言 往前咱们说了 在往后的这几年当中 因为网络兴起之后 你有没有尝试过 在网上谈恋爱 为啥 我总觉得那个不珍惜 那你孤独的时候当然想找的 不像你这个能看着 你能看着我 我能看着你 最起码的 我能觉得他这也是怎么样 就是别人也这个说过 我们也总看手机的时候 有很多都上当的 就得合去 尽量是不要网练你 比如说在晚上谈 谈得还比较谈得来 那就是见面嘛 看一看怎么样嘛 看怎么说 靠谱也有 也有不靠谱 也有骗子 也有 就是庄大运 对 不是庄大运 看你怎么去看的 你怎么去跟他聊 一般女的骗子很少 女的骗子很少 所以如果女士想在网上 谈网练的话 您是不建议的 对 女士 您就给介绍那个 和在网上认识 其实都一样的道理 网络它可以扩大人们的交友范围 而且在网上 男嘉宾应该有这个感觉 线下两个人不容易交流的 在网上可以 就是你 是不是这样的 你特别容易坦路心生 你的酸甜苦辣 你的喜怒哀乐 愿意和远隔千里之外的 那个人来进行交流 虽然非常远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 却非常迅速 是吧 大哥频频点头就是这样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弊端就是 你把对方想的过于好了 然后 你又把对方那么美化成一个 你心目当中特别理想的样子 所以这和现实又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途径 相识相恋的话 一定要能够真实的看到这个人 有真实线下的交往之后 再做决定 好来 接着有贾瑞来到我身边 来 有请 接着有请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好不好 好嘞 来 男嘉宾 好嘞 来 男嘉宾 看着就怎么样 我说挺好 哪都挺好 好挺好 就是这个 她这个种手 哎呀 不嫌的 就旅游 就家对于她来说 一点印象没有 没有家 没有房子 那你不也得住个房子吗 对呀 来吧 接着男嘉宾 你还有西医会选择一位女嘉宾 你会选择几号女嘉宾 2号 2号 2号女嘉宾接了 咱先看看她的照片 好 这就好 应该是女嘉宾近期的一个照片 真的 穿着浴服应该是 好所依的一张照片 看来是喜欢泡温泉 你这样看吗 应该是 来吧 那如果真是泡温泉照的 那绝对素颜了 对不对 来吧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她到底长什么样 掌声有请女嘉宾上场 她种钢白 所以说她就种着啊烟的 她种钢白 大家下午好 我是刘嘉宾 爱情就像一杯美酒 长时间的酿造 才能愈入相逢 好 欢迎您 好 来 刘嘉宾认识一下 你好 好 有请刘嘉宾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您是学习内的眼睛戴眼镜了吗 她要说说看 是不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特别喜欢看书的 从我刚识字不久吧 就一边查词点一边看书 所以说您的这个习惯 从小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实我现在看它真的不多了 现在就看手机了 您还说从十字开始就开始看书 您不是个书呆子吧 有点呆 就怕交流有问题 这么幽默哪看出来是呆呀 表达曾经很好 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一般般 同性的表达我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障碍没有 男性的我现在表达的机会不多 男的没学历 女的有学历还想差点 那如果不是恋爱关系的 不是相亲关系的那种男士 你觉得你跟他也聊不好 那基本上不聊了 我现在除了我爸爸我哥 没有别人了 这个是天天都来的 这女子是一个巨压人的 她不好走 就是自己才能够学习 那平时呢 这邻里邻居的也有男士啊 那上公园了 有一些邻居啊熟人呢 也仅仅是打个招呼啊 你相亲没 必须得相过 必须得相过 那你之前相亲的时候 就不知道跟男士咋聊吗 你们都是尬聊 也比较尬 男嘉宾 您是善意交谈的吗 是 那今天咱就不要尬在这儿 好不好 好 你嘉宾接触男士比较少 所以在男士面前说话呢 就必有费劲 但是您看能跟我交流 这长时间没问题啊 没问题 你俩尬聊一下我看看 你能尬到啥程度来 简单聊一下 今年大大学是吗 53 53 69年的 我60年的 我62 60年 9岁 你爱旅游吗 你当然喜欢了 旅游是每个女人的梦想的 美食呢 美食 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我吃的比较少 你应该会做 吃我女父亲应该会做吧 对对对 家常的饭菜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稍微高端一点的 我肯定就 您会觉得跟男士聊天不得劲吗 没有 有点不习惯吧 就是说 但是我们外表没看出来 你不习惯 我觉得你对大如流 交谈得非常的好 没有出现尬聊的状态 他说自己有点那个书生的那种 呆气 他说 你觉得有吗 没有 没有 是不是 挺好的 但是叔叔你别忘了 你上一段感情 娶的也是大学神 我们阿姨也是大学神 其实有很多 愿意看小说的人 他容易把线下的生活 还原到自己的小说内容里面 对对对 因为你可以为小说当中的人物哭 为他笑 为他流泪 为他难过 你完全会沉浸在 走入到那个小说当中人物的内心世界 但是这样往往可能是像你刚才说 可能原来我交流特别好 但是线下交流的时候可能不如原来了 是吧 就是因为你现实和你小说当中的世界有很大的差距 对 但是我们还是特别看好你 因为你现在的表达和交流 是我们看来还是比较自如的 所以你要有信心 阿姨你会因为男方学历不如你高 然后你就 瞧不起人家 或者是高高在上 妹啊 我 我的 就是我儿他爸就是学历比较低嘛 初中生嘛 把你俩离婚了 对 我当时 我当时没觉得会有障碍 只要你心里没这想法就行 你俩可能因为别的原因离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能了解 但是我觉得应该给叔叔一个定心丸 你相你的对象相个大学生 上次是网恋大学生 咱把丑话说前头 你不因为学历 看扁对方就行 听话说说帮你问了 好 谢谢 他没回答呀 你会因为学历 他回答了 他回答了 不会 不会 是不是啊 你会在别的地方找茬 开个玩笑 接下来通通的片了解一下你嘉宾 19770号 刘嘉宾 史洋人 52岁 李毅 药厂退休 儿子在读 人如果没有精神世界 那就宛如一副空壳 多读书 多学习 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的精神充能 让顽强的灵魂 可以抵御一切困难 大家好 我是关注时事 欣赏诗词的刘嘉宾 一直以来 我都在追求单纯自由的慢生活 天气好时 到公园里 乘着席卷着树叶清香的风 悠闲地打回普克 散散步 在家时追追新剧 刷刷手机 做一个时尚的老少女 休闲和自由 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管 对于我来说 孝顺父母 照顾父母 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现在和哥哥 正在轮流照顾父亲 我不希望树玉镜 而封不止的事情 在我身上发生 现阶段 我把我的大部分时间 都放在照顾父亲身上 我年少时的单纯 自由 父母为我守护 父母年代后的安逸 健康也需要我的照顾 你喜欢这样的我吗 爱的选择 我来了 见面了哈 来吧 给大医生打个分 99 来 99 好 接着留下二位 咱们最后慢慢聊 有请 来 我家什么地方呢 是 什么地方呢 我现在住在浑南 浑南 住在我爸家 哦 住在你爸家 吃了你父亲 对 父亲多少岁 86 哦 岁不小 嗯 我家南市场 就是 南市场啊 哦 就是转盘 八卦就是转盘的 我听说这名 但是可能也去过 但我忘了 就我对他没有记忆了 我的天哪 我都知道 我一天也认得去 一般它都沉浸在书里边了 东南西北你能分吗 我这个可以 但是到实际中 可能就有点感度了 可不 您是需要赞点 上北下南走记忆的话 这个没问题 我录痴 好吧 来吧 接着咱通完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女嘉宾自曝离婚原因 文化成路有差异 打成感情问题 没了解怎么样就结婚了 你得先了解一下 你得结婚 是不是 男女嘉宾现场起争执 坚持己见 各执一词 人讲就是安居乐业嘛 就是你 就起码得有一个住所嘛 对啊 不买房子也可以有住所 出房住 她的选择精彩稍后继续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 不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 看镜带镜 看远要摘镜 走路不能带 外出还得随身带着 如果带错度数 还会头晕眼花 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原来啊我眼睛是近视 有散光 过去因为还戴这个近视散光镜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吧 就感觉到呢 自己的眼睛不如以前了 尤其是看书看报的时候 这个字呀 就觉得不太清楚 这样呢就先配了一些普通的花镜 你说这几个镜子了 要是出趟门 最起码就戴上啥 拿啥镜子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姚叔叔走进了超视力 新型花镜定制中心 在这里姚叔叔享受到了 超视力新型花镜定制中心 提供的26项试光检查 超视力新型花镜 采用鉴电胶核心技术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一对一量身定制 一副眼镜 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各种视力问题 看书 看手机 走路 开车都能戴 还可以定制防蓝光 变色 防眩光等功能 无论室内办公还是户外活动 远近都能看 视物不变形 视觉更清晰 它因为配得需要一段时间嘛 先就戴着别的镜子 就盼这个镜子 后来通知说这镜子到了 赶紧去电视镜 我们当戴上以后 觉得特别舒适 也没有说看哪儿晕啊什么 这感觉没有 去了戴上看看没啥事 戴上就回来了 一直戴着 我是从19年配上这镜子以后 基本上就不理眼了就得说 不是说不理身 不理眼 早晨起床啊 戴上镜子 你现在比如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就这一个镜子 它又防紫外线 也防蓝光 看书啊 看这手机啊 看电视啊 都要戴着镜子 另外呢 我们感觉到呢 这个超视力 店长啊 机师啊 都非常的热情 你到电了以后呢 除了熏蒸 眼贴 还有这个正硅按摩这些个 都很适合这个中老年 大家都觉得到那儿呢 就像到了一个家一样 感觉到很温馨 自从定制了超视力新型花镜 看书 点餐 逛街 开车 只需一复就够了 眼睛舒服 头也不晕 款式新盈 还美观 我喜欢 定制新型花镜 我信赖超视力 超视力新型花镜 近视老花 看远看尽 只需一复 配金专写 四叮丁 腰叮丁 六腑六腑 四叮丁 腰叮丁 六腑六腑 好吧 来吧 接下来咱图文短片了解一下 女嘉宾的感情经历 从小在家人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我 骨子里是有自己的刚性和棱角的 年轻时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 爱时应该有敢爱敢恨的权利 和不爱时应该有抽身离开的骨气 我的婚姻是闪婚 三十岁的我 在一场贯穿青春的恋爱告终后 到了长春出差 遇到了比我小七岁的前夫 也许是缘分 也许是冲动 我在并不太了解对方的情况下 就决定领证结婚 但是现实却证明 感情需要细水长流 互相不了解的感情就像一盘散沙 为了孩子 为期几年婚姻之后 我就选择了离婚 您的前夫 就是让您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最不能接受啊 就是他文化太低 就是说话无法沟通 如今孩子上了大学 我也放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离婚之后 我也接触了几个异性 但是过往的经历 让我不敢再接受快节奏的感情 我一直在寻找那份 可以有共同语言 慢慢发酵的醇厚感情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品味 越久越浓的晚霞之情吗 她俩散过你就不行 就过不长 所以女嘉宾 你觉得之前的婚姻失败 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对 沟通障碍太大 沟通是不说还是说不明白 说不明白 就你理解的东西她不理解 对 比如说 就是说孩子开家长会 老师他去了几次 老师说以后干活 你不要让你爸爸来了 以后让你妈妈来开家长会 太困难了 就这样 没了解怎么样去结婚 你得先了解一下 你再结婚 是不是 就这个事阿姨 还是你没说清楚 是不是当时你跟我说 说他去参加家长会 本来老师安排一些 那个辅助的一些工作 结果呢 这个孩子爸爸 不仅没听明白 还欣赏反驳老师 当着所有家长 差不多就这个样子 老师说东他说西 跟老师叫什么接人 你说 你家孩子哥 人家在上课 你老师说了 你就给老师抬个 那你作为家长的话 你这么有仇哦 你们婚姻文池多长时间 我们十年的婚姻 我们俩在一起呀 怀孕十个月 也就是不超过三年 实际在一起 后来我就 那个时候我做业务嘛 我就回到沈阳 就是说我离开他那个长春 就是我儿他跟他爸 是长春人 其实你是不是有一定的感觉 就是你的前夫 在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 像两个人一样 在对待你和对待一些问题上面 你会发现你婚姻当中的这个人 和你结婚之前认识的那个人 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啥眼都有 结婚之前一套 结婚之后又一套 是不是 也不能绝对地这么说 只不过就是在结婚之前 那个时候也不是说天天在一起 就是说 比如说见面的时候 那说得很好听啊 你很高兴啊 这就 我原来长的那个就是 大一面背一面 没结婚前又有眼前 后来三年回门就变了 这变了翻两个眼泪 这就是我要问你的这个结论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他为什么特别愿意隐藏 最后婚姻当中 就感觉那么的不舒服 就是因为他在结婚之前 或者是他没有主见 或者是他特别看重这个女方 他同时表现一味的顺从 或一味的迎合的时候 一方面他是自己不知道 怎么来做 听从于女方 所以给对方一种什么样的假象 我一切我都说的算 他那么宠我那么爱我 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么说 对 所以这就是你在结婚前啊 结婚之后巨大的反差 因为结婚以后 你是想和他过日子 想和他交流 但是他并没有主见 就像你说的 甚至你一味地迎合他 他去做的时候 他所做的事情是错的 是因为他的认知不够 还是没有共同语 才这样的 那他不说了吗 最难的也挺会说的 花言巧语的天天 他当初他也挺单纯的呗 就信了 信了一结婚 哪像他说的那样 一下子圆形毕露了 他就没法引寿他了 那有很多人都是说 一味地顺从你的时候 往往觉得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的时候 就要想到一点 这个人是不是没有主见 是不是好隐藏 这就是作为我们女性来讲 一定要擦亮眼睛的地方 如果真的爱你 他又能和你很好的抗衡 很好的持均力敌的话 这样的婚姻 才能有你新鲜感 愿意和他往下相处的 动力和勇气 才说夫妻之间要有效沟通 但是打跟上就沟通不了 那还应该继续沟通吗 男嘉宾你觉得你媳妇 前妻跟你 能不能有效沟通 他说的很多点确实挺伤我 因为他们湖北和四川那边 不有句话嘛 就是老称为自己的老子 老子开的多 老子赔50万 无所谓老子再赚 我说这里都不光有你的 还有我的 所以对我打击很大 也是思维不在一个档次 沟通上也有问题 你必定也有知识 好伤 李嘉宾你会跟别人平时给讲道理吗 对啊 我讲啊 讲不通的没有办法了 理解不了 肯定要讲了 我加一个小环节啊 今天咱们就讨论一个问题 男嘉宾没有房子 你觉得在他这个年龄应该贷款买房子 这个东西啊 那就看到自己的想法了 您现在您的观点就是说 不能贷款买房子 男嘉宾的观点是 我可以贷款买房子 您俩沟通一下 我看看能不能接洽上好不好 那不能的话那怎么办 那住哪里 所以啊 你这年龄不管给他税数 不管你挣钱有没有能力了 你必须给我贷款买房子 男嘉宾说真大税数了 我还受那个房子 他累压一身债干啥呀 好 您说吧 您给他摆自身讲道理 人讲就是安逼乐业嘛 就是你最起码得有一个住所嘛 对啊 但是不买房子也可以有住所呀 不有那句话吗 建房不如买房 买房不如住房 住房多少钱租金大概 住房那人看着 租高档的租低档的呗 那租高档的话一千二三 低档的七八百块钱 你说你有钱 你说这天王难对的 你说你要是也真撑个千八百万 你没有房子 你先买房子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租下去了呗 我那钱 少于那钱我出银行的话 或者是出去旅游多好 觉得跟他吧 就像你没有跟那扶平之类 老是跟外边这么走啊 照顾 对啊 是不是 你能跟他哪儿走 你就像我们这儿说了 一走十三八百万 你不累呀 你贷款 贷款买房子 月月还房贷 那成房奴了 我都六十多岁了 我再还十年房 七多岁 我动他不了 这房子有什么用的 刚才我给你讲这个理啊 就是你现在租房子加一千算 一年是一万二吧 对啊 十年十二万吧 二十年二十四万吧 我活能活二十年吗 活不 哎呀 中华 也去了 活十年就行了 那你这要求会点低啊 活太多 给儿女添麻烦 现在平均的年龄都是七十七了 七十七年 你还得有十七年 十十五年 这话有点 有点就糊涂了 这烙不了了 我是这么考虑的 有小病呢 咱就看一看 头脑脑热去 咱就买点药 或者是顶一顶 大病了 咱也没看了 就完事 被个人添麻烦 最后劳贫伤财 人也没了 钱也没了 弄一工作房嘛 工作房那也行 那个就省很多嘛 最好到你家 就伺候你爸跟你在一块多好 我们都省钱了嘛 好了 问一下你家边 你觉得沟通费劲吗 困扰是肯定有 因为他都不想活了 还活四五年的就走了 就我这有点后果之忧 烙得挺好 但是你说都很正常 观念不同 后面叔叔那句话 我觉得挺打动我 他聊的是说 我上你家里伺候你爸多好 咱一起住还省钱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道家的话 阿姨 也真是他内心的声音 叔叔是厨师 说心里话 还能给你爸照顾得老好老好 还免去你哥哥这个后顾之游 这个太缘分了 对呀 要在一起的话 你还用他带款买房子吗 住一起的话 全省事了 是不是啊 其实你看刚才的这个沟通 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 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 但是你们两个人能够 你来我往 你婚我硬 是吧 就是最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有效沟通当中 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能谈下去这话 对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换位思考一下 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来吧 那接下来有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有请 接下来有请女嘉宾 稍微谢谢 咱们再见好了 好 来 好的两位女士呢 都已经见面结束了 接下来男嘉宾进入爱的考验 掌声有请两位女士再一次登场 请看大屏幕 好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最想去哪旅游 二 多久换一次床单被照 三 以后可以陪我去参加活动吗 四 可以为我改变不好的习惯吗 五 每个月最大的支出是什么 六 结婚了会出去度蜜月吗 有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来问男嘉宾 三号女嘉宾 以后你可以陪我去参加活动吗 可以 你也不问啥活动 相亲活动 什么情况 您需要有什么样的活动 需要她出席啊 同学聚会了 朋友聚会了 你带我去我去 好 愿意去 二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四 可以为我改变你不好的习惯吗 你知哪些习惯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坏习惯 抽烟 多吗 抽的 不太多 两天抽一包 好 这样啊 您先别说您自己自认为哪些坏习惯 就她看你哪儿不顺眼 你会为了她而改变吗 对 你看我哪儿不顺眼 不是 你整个人都不顺眼 不是 比如她在生活当中发现有一些事她不满意 可能你都没认为那是缺点 但她要求你改正你会改吗 会 好 爱情是盲目的 你让我干啥就干啥 选择一道题 问对方 一 最想去哪儿旅游 拉萨 拉萨 所以您一直没去的 对 好 您是不打算去呢 还是说 我不打算去 为啥呀 高原 缺氧 照您调这地儿 看一辈子不想去那儿 你这补刀补的也够狠的 他最想去拉萨 不是 那个我们家邻居都起十多岁了 我看人家老两口去了也没事啊 没事 有事就完了 你才六十多岁 他们都起十多岁了你 不在于四十多岁了 是 反正答案出来了 你最想去拉萨 他这辈子也不想去拉萨 就真的是 二号女嘉宾 厦门 胡郎语 那可以 那非常喜欢是不是 我去吧 我可以当向导 好了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来 第二个呢 你那个是大鱼山 你这个二号这个呢 你一眼没向导的来 所以她的今年不可能要去这儿 来 男嘉宾 花儿站在你的手上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选择 心动时刻 有请三位 背对背站好了 好 在我倒数三个字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三 你爱旅游吗 你当然喜欢了旅游是每一个女人的梦想啊 美食呢 美食 这个不是我的强项 二 我从来不打太极唱歌 你觉得那样影响自己 对啊 做饭唱歌 五公歌 做饭唱歌 做饭唱歌 对啊 做饭唱歌 对啊 做饭唱歌 我这非定整个鲜河啊 这唱歌打太极 无言力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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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 他没开始就出不下的结局了 这爱情都分手了的 一 请选择 最后选择环节 男嘉宾会选择 阳光爱运动的他 还是文艺内敛的他 爱的选择 请在稍后继续 只要打经电话 说清尺码 雕容大衣给您送到家 这么昂贵的雕容大衣都敢免费送 这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啊也是跟着张厂长 从质疑车间 一路参观到这个2万多平米的成品仓库 这里有13万件等待冬季上市的新款雕容大衣 都挂在这里了 那今天张厂长呢也是拿出了500多件 我们生产线上的断马尾货 免费送给大家 是的观众朋友 张厂长呢生产了13万件雕容大衣 才接散了500多件的断马的尾货 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客气了 马上打进电话 赶快免费领走 这些雕容大衣啊 都是每批订单多余出来的毛量 做成了超额尾货 尺码不是太全 哦断马了 二来现在是雕容的反计 摆出去也没人买 所以干脆免费送给大家 你要是愿意给 看在咱们老师傅这么辛苦的份上 你给个180块钱也行 大家听清楚了吗 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来 报自己的身高体重 只要我们现场有你的尺码 就免费送给你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啊 那身高一密拔散 其中啊一百九十件 那这身体还用到这么大的尺码没有啊 哎呦真的是不好意思 您得穿5XL的 但是这个尺码啊都被领光了 哎呀那可咋办啊 那整整四线要一件你 太喜欢你们的衣服了 5XL的是真的没有了 您要是不嫌弃 我给您安排一件6XL的 尺码稍微大一点 您看行吗 也行也行 大一半也能垮 好嘞 免费送给您一件6XL 马上给您安排发货啊 这是2022年的新版 新料 新款式 刚下产线的订单尾货 因为断码无法销售 只要打进电话 不要钱 真的免费赠送 你的边界 由你自己掌握 爆发 你可以更强 双会王中王 肉量足 更好吃 不断突破 更新 更强 健康美味 就选双会 好 在我倒数三个数之后 做出你们最终的选择 3 2 1 请选择 好 非常遗憾 有请三位来到我身边 来 男嘉宾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觉得我们不行 他好旅游 我不好旅游 你这辈子就想去那地方 别的地方都没去过也不想去 他这辈子哪都去过了就不想去那地方 而且说他对生活好像没有信心 我还觉得我要活天年的 我找的另一半要活到跟我一样活到天年的 是不是啊 人觉得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 你老觉得后边的日子不长了 那是一句开玩笑 开玩笑的话 谁不想多活 是不是 我想活一百呢 对不对 这玩意儿得看着活着 慢慢活着 敢着活着 怎么活敢着活 来 3号 2号你家并没有转身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缺乏了解现在 嗯 但是你觉得就是了解的简单的这些了解 你觉得这个人适不适合你吗 这个呀 嗯 暂时不太适合 嗯 好 得了 非常遗憾了 并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呢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努力寻找自己的真爱 好吗 非常感谢你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我想找一个温柔善良的懂生活爱美食 爱跟我出去旅游的女士为伴 我想找一个善良真诚能沟通的人为伴 我想找一个善良有爱心的男士为伴 我想找一个有担当的善良的为伴 我想找一个饮品是最好的真日排第一位 然后有双毛有那个房 住房就可以了 今天这位男嘉宾挺有意思 当女嘉宾跟她归花未来的时候呢 她说你不要跟我想那么远的事 我就看现在 其实呢她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叫活在当下 但是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活在当下的意思是 不要再去过单身的生活了 去享受属于你的那一份爱吧 希望能够来到我们爱的选择 好 好